早上好 快起床 不要再门头睡到觉 白白秀 扭扭摇 坚持的脸身体就好 钻钱吸收 放后漱口 将细菌赶走 喜烟喝酒 大雨大肉 会让自己变愁 垃圾在烧 随手就丢 地球难承受 这是人类的郊远 爱红药 拿着脸上 温暖的郊远 美丽的地球 明媚的阅望 有蔚蓝的天空 飘热爱微笑 做热心欢抱热 快乐会伴随左右 亲爱的朋友 大家一起走 亮亮的男生挥动你的双手 看见看着多心 做健康快乐人 有美丽的笑容 快乐会伴随左右 发现病死禽处 要四不准一处理 你们两个到底要跟我说什么呢 你是想说圆形的 那你是想说能飞的 能飞的 玩的 还跟你们有关的 那是什么东西呢 有啦 我想出来了 你们两个一定是要找回你们之前乘坐的那个飞碟吧 小鱼很久以前还答应过帮你们去跑回来呢 我现在就拒绝 你们等我啊 小鱼很久以前还答应过帮你们去跑回来呢 我现在就拒绝 你们等我啊 叔叔 叔叔 你在吗 啊 哎呦 是阿吉啊 你进来吧 进来进来 叔叔叔 你上次拿走的那个飞碟能还给我吗 呃 那个飞碟啊 我还没空修理呢 等我修好了再给你们玩啊 呃 不用修了 你给我当个摆设就行了 哦 好的 好的 不要着急啊 我帮你找一找 呃 咦 怎么这么多照片呀 嗯 许愿术 嗯 叔叔 嗯 什么是许愿术呀 呃 传说就是能实现别人愿望的术 哎 是的 许愿术 那叔叔能不能带我去看看呢 但是许愿术好像从来就没有愿吗 叔叔 你心肠最好了 你就答应我吧 哎 好了 好了 我答应你 答应 啊 太好了 我现在就去准备 我们一会就出发吧 哎 飞碟 飞碟 你别忘了呀 阿吉 嗯 差点忘记了 谢谢叔叔 嗯 阿吉不会想回去吧 我知道你把飞碟还给水煮鱼了 是啊 你不是早就答应还给他们了吗 我还知道你这次要去找许愿术 咦 我又没告诉你要去哪儿 你怎么知道的 嗯 回家回家 小姨别闹了 小姨别闹了 你怎么了 干嘛要让着回家呀 我不想还飞机 我不想让你去山上 都是以为我不想让你走啊 我们都舍不得你 知不知道 哎呀 小鱼啊 阿吉没说要走啊 你别乱 老人家 你干嘛站在马路中间呢 啊 这样很危险的你不知道 如果我不拦下你 那危险的可能就是你们了 您什么意思啊 真是不知好人心啊 你看看你们的轮胎吧 你要是相信我的话 可以把车推到我的门口 我家里有工具可以帮你们换轮胎 爸爸 我们车里有后备轮胎的是吧 后备箱里的备胎是坏的 大爷带我们去吧 看看 我养的鸭子不错吧 哦 老爷爷的鸭子好大 很好玩哦 不能摸 儿童要避免与琴类密切接触 注意卫生 为什么啊 养鸡养鸭这样的家禽要圈养 禽舍要有顶 再喂精细的饲料就能大鸭生小鸭 小鸭再生小小鸭 这里的小鸭子都是刚出生的吗 这些小鸭子是刚买的 你们这些小孩子真好骗呐 真是的 我听别人说 新买的琴类要与佳琴隔离饲养两个星期呢 没关系的 肯定有关系的啦 不分开有时候会得病 呸呸呸 别乱说啊 好啦 轮胎换好啦 孩子们 费用一共一百六 没有零钱找 送你们一个刚刚死了的鸭子好了 回去拔了毛就能吃啦 叔叔 真是对不起啊 要不是因为我要来登山 你就不用破费了 没事 没事 那些钱都是我的私房钱 没关系的 看来老妈就是不能攒私房钱啊 留不住的 哎 天意啊 这都是天意哦 叔叔你看 前面有家饭店卖老鸭汤 是啊 不如咱们把鸭子卖给饭店吧 这样多少能挽回一点私房钱 对呀 我怎么没想到呢 这个鸭子还挺肥的 应该能卖不少钱呢 哎 怎么都没人买呢 为什么呀 对呀 怎么不能要 怎么都不要啊 随便给点钱就卖的 哎呀 很便宜的 老兄 不是钱的问题 是你的鸭子本身就有问题 叔叔 这鸭子是我们在半路上不小心撞死的 不会有问题的 你们知道什么叫做四不准一处理吗 不知道 按照国家明确规定 对病死勤处于律不准宰杀 不准食用 不准出售 不准转运 这就是四不准 一处理就是应就地地进行无害化处理 并对污染场地进行彻底的消毒 切断疾病的传播 从源头上控制人畜共患疾病的传播 等等 你告诉我们这个 跟我们卖鸭子有什么关系呢 本人卖烤鸭已经有十年了 什么样的鸭子 我一看就知道 是不是病鸭 绝对不会看错的 你这只鸭子都已经死了有两天了 不会吧 你不要就算了 我们去卖给别人好了 那你可以去试试 看看有没有人会蠢到买你的鸭子 现在想想好像真像他说的那样好 有可能真是病的 如果是病的话 幻老爷爷的鸭子不是会全部感染了吗 走 我们赶快回去 通知老人家做好准备啊 快走 顺便还给他这个鸭子换回点私房钱 老人家 快出来 还我的私房钱 快点 那个卖鸭子的老人家呢 老人家因为误吃病死的情处 现在已经去医院了 怎么 你们手里的也是病死的鸭子吧 谁知神蕾 你怎么也知道啊 这位老人家养的鸭子不慎全都感染病死了 他临去医院还一再定主说有送给一位布泰的车主一只鸭子 对对对对 那就是我 没错 我们就是决定把这些病死的鸭子都进行无害化处理 并对污染场地进行彻底消毒 那我已经和鸭子接触了 我要不要也消毒啊 对啊 我们三个都和这鸭子接触了 我们要不要也消毒呢 只要自己知道如何预防疾病从动物传播给人类 就不用担心了 可是我们不知道啊 你快给我们讲讲吧 首先要尽量不与病处 病情和患病的动物接触 天哪 赶紧扔掉 扔掉 扔掉 那我们接触过的怎么办呢 接触禽畜后要洗手 注意个人卫生 一会儿去洗手 嗯 不吃生的或喂熟透的猪牛等肉类食品和淡水鱼虾等水生动物 千万注意不时用死亡原因不明的禽畜 最后一条就是发现病死禽畜要及时向触目部门报告 病死禽畜要按照触目部门的要求深埋处理 都明白了吧 我还有一个疑问 那就是我想问问老人家用鸭子底价给我的四十块钱还能要回来吗 这四十块钱它也是钱呢 嗯 当然可以了 太好了 我的四房钱终于又回来一点了 哦 太好了 哈哈哈哈哈哈 tinha啦 级思诚 这个 sage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杨茜茜 杨茜茜